记者蔡舒元台中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案,传出台中市配合环保署,将于台湾大岛沿路小学门口化设空气品质维护区,未来家长接送小孩,车辆必须熄火,否则不得进入,环保局澄清无此规划,目前仅计划在台中港区与中港, 潭子加工出口区等区域优先化设空无法修正案新增授权地方主管机关可以化设空气品质维护区,得因地质疑实施移动污染源管制措施,改善空气品质,环保局长白智隆澄清,目前未规划在在台湾大道的沿路小学门口化设空品维护区,环保署目前正在对台湾大道上的中民国校进行空气品质 监测,白智隆解释,这是协助环保署调查上,下课期间交通工具对空气品质的影响,与空品维护区无关,针对学童载送区车辆怠速问题,仍依空无法持续加以劝道查核,请市民无需过度担忧。 白智隆说,台中港区每年将近有170万辆次的缠油车通行,造成该区域的空气品质较大负荷,因此配合中央新修正空气污染管制法授权机制,目前仅规划于台中港区与中港,潭子加工出口区等区与优先化设空品维护区, 详细实施作法将待中央订定相关配套措施,并召开说明会完成公告等法定程序再具已实施。 另外,对于国小周边学童载送区产生的车辆怠速问题,仍旧依空无法进行怠速宣导,查核,并搭配人工拍照便时未定剪机车,路边排气拦检等方式加以管制,减缓移动污染源所产生的空污问题。